以下这几点真实讲述了杀生会适得其反 而不会有任何好处 还背负太多的罪业 凡有知觉的生命必然同体 在此告诫善众 一 生日不应杀生 父母生养我们劳累一生 孝敬父母是我们做人的基本道德 我们这个身体诞生的那一刻 正是父母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之时 这一天正应该戒杀池寨 广行善事 这样才能使已孤父母往生善道 健在双亲增幅严寿 如果我们杀害生灵 尚得双亲留下祸患 下也不利于自己及子孙 二 杀儿不应该杀生 凡人无子便感到悲哀 有子便感到快乐 这是人之常情 动物界也如此 庆祝我的子女诞生 而杀害他们的子女于心何忍 因而刚刚出生 不去为他们祭德造福 反去杀生造业不是太愚蠢了吗 三 祭祀祖先不应该杀生 在祖先的忌日以及春秋祭扫时 都应戒杀 用杀生去祭奠亡灵 是在增添王者得罪业啊 即使山珍海味一样一样的摆上 一股又怎能起来享用呢 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代写的婚时未必珍贵 果蔬素时未必不好 作为后代 重要的是慎修自身 而不制断了祖宗的德性 这就是最好的祭祀啊 四 婚礼不应该杀生 世间的婚礼 从问民到采纳直至成婚 不知道要杀害多少生灵 结婚是延续下一代的开始 在生的开始时 去做杀害生命的事 这在道德伦理上是相违背的 再说 婚礼是吉礼 在吉日而动凶杀 不是太悲惨而不吉利吗 凡人结婚 一定愿意白头到老 你愿偕老 禽兽也是如此 嫁女的人家 三天不惜灭红蜡烛 是因为父母思念 出嫁离别的女儿 你以骨肉相离为苦 难道秦寿 凡以骨肉相离为乐吗 五 宴请宾客不应该杀生 在美好的时光里 贤德的主人 高尚的冰棚 以素食菜根来招待 不也挺清爽雅致吗 何必杀害许多的生命 穷极奢侈 而秦寿却在宰割中 爱名悲好于真板几岸之上 若是知道盘中的食物 是从真板几岸的哀怨嚎叫中来 以他的疾苦为我的极乐 你还能厌得下去吗 能不为之悲哀吗 六 祈祷不应该杀生 世人有了病 往往杀生祭神 祈求保佑 可你想一想 杀他命以言我命 悲逆天理的事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正直的人才能成为神 神难道会殉思吗 结果是自己的生命 没有得到延长 而杀业却加重了 杀生者短命 真是背道而驰啊 过多 过甚 过烂的祭神祈祷 如杀生求子 杀生求官 杀生求财等等 即使得了子 得了官 得了财 也是你自己前生的福报 是分内的事 与鬼神无关 如果因此而相信 鬼神灵验 对鬼神深信不疑 那么 邪之邪剑会更加严重 以之不可救药 实在是可悲啊 七 谋生不应该杀手 世人为了衣食生计 或从事打猎 或从事捕鱼 或做屠夫 而依我看来 不干这些行业 也一样可以生存 残杀众生 必将受到因果的惩罚 以至遭受横祸而亡 而种种杀业 所造成的地狱深层因果 将是来生受到恶报的根源 何苦不去谋求别的生计呢 因此我奉劝世人 若是没有合适正当的生计 宁可去要饭 也不要去造杀业